痛苦是不是同一词 Agni 我摸走自命的Agni 那个Anguish Agni是痛苦的意思 是没有错 它跟Anguish的比较 是不是 它在表达上都是 都是很痛苦的意思 都是很痛苦的 可是在 它使用上是这样子 比如说 它在表达身体或心灵的痛苦 是差不多的 可是这个Agni的痛苦 表示是一种急性的 永久性的疼痛 不会好的 而且是全身性的 而且常常会产生扭曲 OK 这个是不一样的意思 OK 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然后如果是你讲 这个Agni是这样子 Anguish呢 就表示 表示是很剧烈的 Anguish比较多的是说 你的这个肉体上的 局部上的 身体上的痛苦 或者是你的 如果这两个字要表达的话 Anguish比较偏重在身体上的伤口 比如说伤口的痛苦 这方面 它跟Agni就比较不一样 Agni比较强调的是 它身体或心灵上极度的痛苦 而且Agni强调的是 这种是极性的 永久性的疼痛 所以它这种是很剧烈的 OK 永远就是不太容易好的 全身性的痛 OK 所以Agni显然比Anguish的层级 要更痛 更高 所以它说 My bones suffer acne Mortus acne 当这些敌人 他们在嘲笑 辱骂我的时候 我全身的骨头都非常的痛 他用的是Agni这个字 OK 然后这些人 他们嘲笑我 他每天整天跟我说 Where is your God 这个是很嘲讽 对不对 很嘲讽他 你就像耶稣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句话 你的神在哪里啊 你神不是可以救你吗 你自己从 你让你的神 把你从十字架上放下来吧 是不是 当时犹太人也是这样跟他说 所以 人 一个信神的人 很多基督徒 像 这个 他们在 在 殉教之前的时候 很多时候受到外邦人的攻击 都是这样 你 你不用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 你就 叫你的神来救你呗 是不是 像但以理也是这样子 但以理被狮子咬 这些都是 你有本事 叫你的神来救你啊 你就不用承担这些痛苦了 是不是 都是这样 所以 Where is your God 是他的敌人 嘲讽他的时候跟他说的 so acne 是很大的痛苦 而且不容易好 而且是全身的痛 很急性 很剧烈的 叫agny 他的痛的程度 比那anguish 要更厉害 有点 神经病 他说的 你为什么不得了 他说的 他说的 是 有点 是 他说的 他说的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